就接着以这个范例来跟你们做分享 如果你要这个范例的话 你必须直接从我的成品那边来去下载 我已经放在成品那个地方了 也就是说打开 打开这一个Chrome 然后输入我档案放置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稍微等一下下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看到这个大数据分析进阶 然后请点这个产品观摩 也就是那一天我们上课 上完的结果就会把当天上课的产品 我就直接放在产品里面了 这个范例就请你把它下载下来 20181113-02点它 那下载这个档案会在什么地方呢 稍微等一下 今天网络好像有一点点慢 好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下载里会看到这个档案 然后你只要快速点击一下就可以使用这个档案了 好 所以麻烦请你先 例如说快速点击 先打开这个范例档案好了 然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类别分析的一个交讲 其实今天重点会全部摆在韩式的交讲 第一天的上课交讲 主要是要跟各位分享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大数据分析里面有很多的技术 可是我们拿到这些数据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怎么分析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分析分析客户的变动 我想要分析类别产品的变化 我想要去分析纸产品 纸产品它的一个销售的变化 这都是有可能我们要去分析的 可是当我们要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它是用说故事的方式来去呈现 举例来说 我假设我想要知道我的客户好了 我把客户分成三个类别 三个类别 好的客户 不好的客户 还有一般的客户 什么叫好的客户 我们就要会定义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想要去知道说 这些好的客户 他在哪一年买我们东西买最多 然后利润最高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件事情吗 好 那如果我今天我业绩不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的业绩不好 那我会想要知道就是说 在我做的什么分析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七月是不是销售很不好 那我们总想要知道什么事 是什么客户的影响 是什么纸产品滞销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思考 假设我要分析的话 我们该怎么分析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否则的话 你现在就算看到了现象 你看到了现象 那是一回事 你还是不会分析啊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这个重要的资讯吗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看到现象之后 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要懂得分析 分析的时候 你总要把整个故事讲完 我觉得这才是很重要的重点 好了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我想我们先来针对客户 你看我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客户 我想要知道 这些客户啊 客户好的客户 哪一个是好的客户 哪一个是不好的客户 有记得上次我们的课程里面 是不是有教各位算出贸利率 有没有算过出贸利率 没有 好 所以我们第一 有吗 对 出贸利率 好 那出贸利率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各项产品 各项产品哦 它可以带给我们 就是比较高的利润 是多少 可以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很重要的指标 请问一下商人 哪一家公司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一定是以赚钱为目的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 稍微去理解一下 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销售额 还有什么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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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把这两个很重要的资讯当作我划分客户的依据 可以吧 好 请问一下 你觉得什么是好客户 假设我现在我把客户分成三类 请问一下你从这张数据表里面 你可以知道这个人他是好客户吗 这个人是坏不好的客户 这个人是一般的客户 你从这样子的资料内容 你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吗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先去做一个客户的分类 然后我们想要去调查说 这些不好的客户 在哪一年 他的一个影响是比较大的 然后 这些好的客户呢 在哪一年 对我们公司 有比较高的销售 以及利润 我觉得这样子的分析是正确的分析 所以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 应该要先学会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去做客户 的分析 这个时候 怎么样去完成一个客户的分类 这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 请问一下 如果给你以销表 你会不会去做客户分类 分类出好客户 恶客户 一般客户 会吗 如果现在你是在以销底下 你可不可以按照销售 你可不可以想到用销售额跟利润的关系来去区分好的客户或不好的客户 可以吧 还是很困难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从这张大表里面 这张数据表里面 你可不可以直接用目视的方式记得住 这个客户他是好客户还是不好的客户 不可能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要先学会如何把客户分类 所以我们会先定出一个指标 然后再去看看说我这个函式要怎么写 所以我还是用一个 部署利用程式 记事本 好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要告诉你哦 那个分析的想法 这绝对是很重要 请问一下 我这里面那么多的客户有771个客户 请问哪些客户是好客户 哪些客户是不好的客户 我是不是想要做客户的分类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我想要做客户分类 我先把那个逻辑写出来 客户分类 所以我分成三类 第一个是好客户 第二个是二客户好了 第三个是一般客户 那请问一下 好客户 好客户我的定义是什么 好的客户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我们是不是有销售额跟利润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拿销售额跟利润 来去当作是评断的分类的依据 对吧 这就是我的一个思考的策略 然后我到时候我做好了这些分类 我才有可能分析出来说 这些不好客户到底是在哪一年 跟我们购买什么东西买最多 可以了解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请问一下销售额你觉得 你觉得我怎么取这个条件 如果高于平均销售额 可以吗 还有请问要不要有利润 一定要有利润 对不对 如果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我卖给他很多很多 结果呢 我还赔很多很多钱 有可能吗 所以请问好的客户的定义至少利润要大于零 同意吧 利润 大于零 可以吗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条件是 请问这个条件是 你用在以色谣里面你会不会写 会吧 某一个储存格 大于什么 Average销售额 我不能从以色谣的 Average函数开始教起 这样侮辱了太多人的智慧了 可以吗 听得懂我现在讲的意思 这样知道 好 可是等一下 你这个一个小时 你听完这一段 你就很会做分析了 而且我们整个要讲完三个范例 你回去一定要会做这个分析 这太重要了 好 请问你什么叫二客户 什么叫二客户 我觉得只要利润 小于零 就是了 对不对 不管他多少 反正只要是小于零的 可以吗 那接下来这是什么 其他 就是 就是什么 低于平均销售额 对不对 低于平均销售额 但是什么 利润是大于零的 对吧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意思 我们先关心 最主要的客户 再关心什么 再关心什么 你们会怎么关心 我只有三种客户的分类 你第一个会最关心谁 好客户 对吧 第二个你会关心谁 恶客户 对不对 你为什么就要讲别的名词 我这边就只有三种 听得懂我现在在说什么 如果你真的闲钱没事做 你再去分析一般客户 可以了解吗 可是请问你 你觉得好客户跟恶客户 是不是太重要了 虽然他所占的比例都不高 最好是这家公司 好客户占很多 然后恶客户可能只占3% 然后一般的客户 例如说只占10% 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好 当然这是我们的理想 可以吗 好 那请问你 含下怎么写 请问客户的分类 这其实有点像 以前我们在教学生成绩分类 分成优夹乙丙 对吧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用if就可以做到了 if什么 首先 我先定义 什么叫好客户 什么叫好客户呢 好 就是假如说 假如说 我的销售额 大于A-V-E-R-A-G-E 的销售额 而且还要什么 而且还要 所以 and 可以吗 而且还要什么 利润 利润 要大于零 这是一个条件 看得懂这句话吗 请问一下 这个是栏位名称 了解 我们在这边没有储存格的概念 以前e-sale 我后来交的e-sale 进阶 我都不交储存格了 没有人在交储存格才对 我们很少用到储存格 几乎都是用栏位名称 请问一下 你看这边 这个 我现在 我现在对应到的 这一格销售额 要是大于 整个算出来 这个是不是只有一个值 全部 整个销售额 全部加总起来 是除以次数 那就是平均 然后接下来利润 大于零 这就是整个条件 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e-sale 是不是条件写好了 写好了 成立的时候 它就是什么 好客户 那不成立的时候呢 不成立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再去写e-sale 因为不成立 这边是不是有两个 二客户跟一般客户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写e-sale 左刮弧 然后接下来 利润要小于零 所以 利润 小于零 如果 这个时候 利润小于零的话 我是不是就给他 二客户 然后再给他什么 不成立的时候 是不是不成立的时候 我就放一般客户 然后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条件是 对不对 然后这是不是 就是 这个是成立的时候 接下来 这是不是不成立的时候 对不对 那不成立的时候 我是不是又把它划分 这是 衣服 衣服的条件是 然后成立的时候 不成立的时候 请问 这边这个衣服 是不是应该要对应到 一个右刮弧 好 所以我只好 这样分裂来去写 请问一下 这个右刮弧 是不是对应到 这个左刮弧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还要再一个 右刮弧 这个右刮弧 要对应到谁 这个左刮弧 可以吗 这个右刮弧 要对应到 这个左刮弧 好 整个写完 这就是客户分类 请问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有没有很大问题 应该都还可以接受 这就是以下的衣服 老师 小哥 我前面要一个右刮弧 在 Average 后面 Average 对 看后第一个 那个样子 就是刮弧 你现在有四个 刮弧 对不起 好 Average 这边是对的 然后 And And 这边 这边还要再一个 这边还要再一个 因为 这边有一个And 所以 这边就要有一个 右刮弧 对应 Average 这是韩式 韩式要有一个左刮弧 对应到右刮弧 然后 And 这边 不是 Average的消售 Average应该 罢了 那个消售 那个消售 什么 一个右刮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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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边最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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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对 这个不用 对这个Average 我怎么拉到最右边 这才Average 可以 好了 我重新 我重新到这个地方来去撰写 会更清楚 因为它会有左右刮弧对称的那个指标 防止你写错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怎么做这件事 客户分类哦 好 首先在这个地方 首先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每一个客户都要分类 每一个客户都要分类 比如说许安这个客户要分类 这个渔民也要分类 然后渔民 尼民也要分类 陈冲也要分类 对吧 每一个客户都要分出一个类 所以有没有可能一个客户分到两个类 有可能 不过重点我们是要去调查好客户跟不好的客户 所以就算他分到别的类也没有关系 因为重点我们要找出来那个问题 好 那每一个客户他都要有一个客户分类 所以请问你是用新增量子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订单 订单滑鼠邮件随便你点任何一个新增资料行 可以吗 新增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应该是什么 客户分类 客户分类 等于 等于什么 if 记得最好是用type键提取 提取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写一个end end 因为它符合两者条件 所以end 逻辑一 逻辑二 所以我要写什么呢 我的 我的这个客户的销售额 所以一撇去呼叫 订单里面的销售额 这个是指单一笔的销售额 它必须要大于 大于什么呢 AVERAGE Average 订单里面的销售额 右刮鼓 有看到 这个Average是不是有一个左刮鼓跟右刮鼓的对称 再接下来 这只是第一个逻辑一 逻辑一 写完是不是要一个逗号 逗号 接下来是不是要写逻辑二 逻辑二就是什么 利润 所以用一撇来呼叫 这个订单利润要大于零 可以 这边没有函数 就是这一个客户他的利润 他必须要大于零的 所以右刮鼓 右刮鼓是不是对应到这个end了 好 这边我是不是这个逻辑写完了 逻辑写完是不是要写这个逗号 然后 这个是符合这个条件是叫好客户 逗号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个 这个 后面是不是有还有两种 一个是二客户 一个是什么 一般客户 是不是有两种 两种是不是又要再写一个if 可以 我可以写旁边一点 又开始再写 其实 其实 可以 他可以分行来写了 只是刚刚刚我没有把这个工具往下拉 不然我就可以写像我刚刚在记事本里面那种写法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这边好客户完毕之后 一辅 一辅 一辅什么呢 又写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就是说 这个客户呢 只要他的 利润 利润 是小于 零 这个时候呢 我就 把他定义为二客户 再接下来 其他的就是什么 一般客户了 一 班 客户 然后 又挖胡 这个又挖胡是不是对应到这个 if 好没有问题 在接下来还要再有一个右挖胡 是不是对应到最左边的左挖胡 然后接下来就这样 enter 然后你去看 最右边哦 最右边 他就是产生这一万个资料列 他就产生了三个相议值 相议值就是什么 好客户 恶客户 跟一般客户 我们看最右边 有看到一般客户 我们来去看一下 你看销售额 销售额要大于平均销售额 然后呢 利润 利润是不是大于零 好 所以他定义为这个 他这个应该没有大于那个平均销售额 所以这边看到一般客户 可以吗 不过我还是要告诉各位 有没有可能一个客户被定义成两种 有可能哦 有可能 不过没关系 我们今天既然是要去调查好客户的行为模式 跟恶客户的行为模式 就算你把某一个客户定义成两种分类 反正他到时候两边都会有 这是没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在做大数据分析 来去做一个趋势分析 好 你去看 除了一般客户 绝对还会有好客户 你看他的 他的4650的销售额 我想应该有大于平均销售额 然后这边有看到 他的利润也是蛮高的 有看到这件事吗 好 所以他这里面有好客户 恶客户跟一般客户 这就是客户分类 会做吗 会做哦 然后我们做好这个分类 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再来去分析 分析什么 分析好客户的行为表现是怎么样 恶客户的行为表现是怎么样 同意了解我现在说什么意思吗 我要在这提醒各位 我们要有的是那个研究分析的那个头脑 而不是只是会写那个衣服这个函事 因为写衣服函事不太重要 因为你以下就会了 只是你现在会觉得好像一刚开始写会不太习惯 就是以前我们都写那个储存格 就只有这边的差别 我跟你讲交易两遍 你就会觉得哦 原来如此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奇怪了 为什么今天我要先从什么 客户分类这边开始 而且到时候我做完客户分类 我才能够知道好客户的行为模式 请问你心不希望了解好客户的行为模式 跟恶客户的行为模式 希望吧 这是不是胜过于你了解客户行为模式 对不对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意思吗 我真的不骗你 我还要公开挑战那个很聪明的学生 他很讨厌听我讲这些逻辑真正的观念 他就说老师你就告诉我赶快怎么做就好了 问题做完他还是不懂 他就说老师你讲好多好多 他不想听的话 可是我还是要告诉各位 你要先听懂 我现在为什么要做客户分类 不然我等一下我还要再继续教你 产品分类 销售好的产品 你要不要了解他的行为模式 销售不好的产品 你要不要了解他的行为模式 前面最先一件事 你要不要先做产品分类 要吧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重点 听懂吗 听懂 一定要听懂 不然那我第一天课程我就教完了 没什么好教了 就开始教你写韩式 亦服怎么写 我很快 大概一个小时 我们进阶班就全部都上完了 因为没什么必要教的 那个网路上不是DX 你打出来 除了找到德国工业指数 你还可以找到就是HOWBI的韩式 你就照着他来去打完就好了 可是你学完还是不懂 真的不懂 可以吗 这边知道客户分类真的很重要 来请你先做这三个分类 好 我现在呢 因为我们是不是做好了这个客户的分类 这个客户分类 它的重要性就是说 我把这么多的客户啊 依照销售额跟利润 然后他之间的关系 来去把客户做好的分类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我开一个新的资料表 新的资料表 首先这个就叫做客户分类好了 好 应该有印象 我之前我有教过联动分析 首先例如说我现在我们先去画圆形图 点错了 点到圆形图 然后客户分类 然后 它的销售额 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如果你喜欢的一个排序方式 这边这边要开始排最多的项目 这个时候建议各位先改回来 先改回来 就是 这种详细资料表 然后销售额 递减的方式 递减的方式排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点回去圆形图 不乖 也不听话 好 算了 一 这个 就是依照什么排序 依照由多排到少 然后为了我们方便起见 所以我先把这张图稍微呈现大一点 大一点 而且最好是把百分比也呈现出来 所以是类别跟总计百分比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发现 这家公司好客户大概占六成 然后二的客户大概占两成 有看到这件事 那我们是不是想要去分析出来说 这个 就是影响我们公司没有利润可图的这种客户 他到底他到底在各年度各年度的差异是什么 举例来说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又会去画第二张 例如说群主持条图 各年的销售 所以我会依照订单订单的日期 订单日期 然后他的销售预来去做划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点了一下二客户 我就可以知道 我大概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二客户 他在这边的一个销售 有看到 二客户 如果他的一个成长 有看到吗 2016是不是大幅的上升 怎么说呢 因为当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点下去二客户的时候 有看到0.6 0.7 大概这前三年都是维持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可是二客户的一个销售 他到了2016年 是不是大幅的上升 增加了0.4个百万呢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是不是我们去想要去做资料分析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情吗 这才能够针对问题来去解决问题 所以第一件事情 如果我想要知道各客户的一个行为表现的话 我是不是会先把客户先做很重要的分类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那相对的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去分析出来说 那好客户呢 好客户一样也是可以啊 你看好客户是不是年年增加 年年这样子成长 我觉得这样成长是不错的 可是你要知道说 如果好客户加一般 一般的客户 他也是年年增加 对不对 这代表说公司有利润的 有利润的客户 他是逐渐的慢慢增加 可是这些没有利润的 他在2016年有大幅上升的情形 我们需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情来做防围杜接 如果你到了2017年才发现这件事情是不是太慢了 好 这是我希望你们先稍微了解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观察的重点 那就麻烦请各位 请各位现在先动手做这两张图 然后分别可以去看到 二客户 好客户 他在各年的一个销售行为表现是怎么样 这重不重要 现在你才能够去真正的去向下探索 去找资料 去找重点 方quel Rover 你 你 为